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死不幸 跟着大喊 不行 一块儿 身边 虫子都捉到了 小公鸡特别开心 它和小鸭子一起带来了两个短语 吃得很欢 急得直哭 像这样的短语 你能再说一个吗 比如玩得高兴 写得认真 跑得飞快 同学们 上节课我们读了小公鸡和小鸭子 在草地里捉虫的故事 接下来它们又来到了小河边 在这儿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接着走进这一节课的共学 继续来学习第三自然段 先来读一读共学题是 朗读第三自然段 用直线 用直线 用直线画出小鸭子的画 用波浪线画出小公鸡的画 明白了要求 就请你开始吧 完成了吗 让我们来看看 这位同学是怎么做的 大家好 我先来读一读第三自然段 它们走到小河边 小鸭子说 公鸡弟弟 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小公鸡说 我也去 小鸭子说 不行 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小公鸡不信 滔滔地跟在小鸭子后面 也下了水 我找到这段画中 有小鸭子说 那它引号里的这个句子 就是小鸭子说的话 我把它用横线画出来 接着是小公鸡说 我把它引号里这个句子 用波浪线画出来 后面还有一处小鸭子说 我把它引号里的这个句子 也完整地画出来 瞧 这样我们就画出了 小公鸡和小鸭子的对话 跟它的对照一下 跟你画的一样吗 那么接下来呀 就请你来当小鸭子 老师来当小公鸡 咱们合作来读一读吧 公鸡弟弟 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我也去 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鸭子哥哥呀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你到河里去干嘛呀 公鸡弟弟 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鸭子哥哥 你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公鸡弟弟 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哦 鸭子哥哥 刚才我捉虫给你吃 现在你这样说 我听出了你的感激 我也去 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一连说了 两个不行 小鸭子呀 可真着急 也许第一个不行是着急 第二个不行是在强调呢 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从他的朗读里 我还发现 他关注了句子最后的感叹号 让我们知道了小鸭子心里特别的着急 最后他急的拍起翅膀 躲起脚 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同学们 借助众音的变化 我们就能读出对话时不同的语气 加上表情和动作 还能让你的朗读更加生动呢 你还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连线小伙伴合作来读一读 公鸡弟弟 我到河里捉鱼给你吃 我也去 不行不行 你不会游泳 会淹死的 小公鸡听了小鸭子的话吗 小公鸡不信 偷偷地跟在小鸭子后面 也下了水 也是我们要学的生字 刚才小公鸡的话里就有这个字 意思是小公鸡要和小鸭子一样下河捉鱼 那在这个句子里呢 它指的是小公鸡和小鸭子一样下了水 也都表示做同样的事情 那什么是偷偷的呢 我们能把它去掉吗 请你读一读 小公鸡不信 偷偷地蹬在小鸭子后面 也下了水 小公鸡不信 蹬在小鸭子后面 也下了水 我觉得不能去掉 因为小鸭子不让小公鸡下水 小公鸡要偷偷地动作很轻 才不会被小鸭子发现 是啊 那就请你轻轻地来读一读 可别被小鸭子发现呀 小公鸡不信 偷偷地蹬在小鸭子后面 也下了水 小鸭子正在水里捉鱼 忽然听见小公鸡在喊救命 小鸭子是怎么做的呢 快来读读第四字燃断 你找到了吗 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 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 把飞快地去掉 再来读一读 它游到小公鸡身边 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 我更喜欢第一局 因为小公鸡不会游泳 晚一会儿就可能会被淹死了 小鸭子要飞快地游过去 才能救出小公鸡 是啊 那就请你体会着 这小鸭子着急迫切的心情 再来读读吧 它飞快地游到小公鸡身边 让小公鸡坐在自己的背上 小公鸡偷偷地跟 小鸭子飞快地游 像这样的嘚子短语 你能再说一个吗 大声地读 仔细地看 高兴地说 这个句子里啊 还有一个声字 身 这一个字啊 它的甲骨纹长得就像是一个人 侧面站立的样子 慢慢变成了我们今天写的身 它的意思表示 人的身躯 小鸭子游到了小公鸡的身边 小公鸡也上了岸 那小公鸡会对小鸭子说什么呢 小鸭子又会怎么回答它呢 鸭子哥哥谢谢你 公鸡弟弟别客气 你不会游泳 以后可不能下水了 瞧这对好伙伴 虽然它们长得不一样 但是它们各有各的长处 无论是谁遇到了困难 另外一个都会来帮它 难怪它们成了一对好伙伴呢 同学们 你的疑问解决了吗 读了小公鸡和小鸭子的故事 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 你的小伙伴呢 你们之间有什么快乐的故事 要分享吗 有一天放学回家 下校车后 我没有见到家长 心里非常着急 这时和我住在一个小区的同学 吴天天跑了过来 说一起到我们家去吧 我的爸爸妈妈会跟你的家长联系 于是我和他一起回家 写作业 还玩游戏 直到我的家人来接我 我特别开心 我特别感兇的同学 吴天天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伙伴相助 伤心难过的时候 有伙伴陪伴 高兴喜悦的时候 有伙伴跟你分享 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铅笔是我们写字的好伙伴 接下来 让我们拿出铅笔 写写生字 瞧瞧这四个字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有口 但是位置不一样 写的方法也不一样 河的口在田字格的阵中 说的口写在横中线上 上宽下窄 而且是扁扁的 听的口座偏旁 写在左上格 要瘦长一些 鸽子上面的口小 下面的口大 都要写得扁一些 那就让我们先来写一写 左右结构的三个字 来听一下这位同学 给我们的提示 三点环抱成弧形 左边要高右边低 口字写在格正中 树沟的树长又直 左边窄 右边宽 右边起笔低一点 口字压着横中线 撇穿插到 沿下面 口字写在左上格 金的撇穿插到口下面 再来看看上下结构的鸽子 老师要提醒你注意它的笔顺 上面先写横 再写口 最后是一竖 底下牙是一样的 只不过最后一笔变成了 竖钩 上面小 下面大 长横起笔横中线 下面口声向左靠 竖钩核竖 对整齐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读了 小公鸡和小鸭子的故事 我们还学习了 怎么读好它们的对话 接下来的研学 老师推荐给你 龟兔赛跑的故事 这里面有兔子和乌龟的对话 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 课上学习的方法 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 合作着来读一读 试着读出 它们说话的语气 课下 别忘了完成 竖钩核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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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